大家好,歡迎收看ET財智Talk 今天坐我身邊有請來法蘭的Victor聊天 Victor 你好 大家好 Victor 很久沒見你 上次來的時候 其實都介紹了我 說是一個適合的時候 加大債券的配置 沒錯 我有聽他說 所以我都開心了 希望幫到手 幫到手 如果又買到債券的投資者 我想特別是去年的年底 有一圈比較漂亮的資金流入 都跟很多不同的宏觀因素掛勾了 如果我拉雲全年計 去年都是股票聰明一點 沒錯 去年股票的表現是比債券好一點 今年會不會聰明一點 可以 首先講講去年其實都有經歷過一些波動 即是股票雖然最後是贏 但其實都經歷了一些波動 整體來說去年全年很多股票的不同的地區 包括美國 歐洲 亞洲就順利一點 因為始終的表現都是弱一些 但是如果說回美國來說 大家都知道大部分是有部分的科技股 帶領著整個市場上升 上升幅度都不錯 但是如果說回 無論是美國和歐洲來說 去年除了股票做得好之外 固定收益 即是債券都是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當然傳統來說 股票的波動大一點 可能有幾十%增長 你都可能有機會 但是債券來說 其實你去到雙位數增長 都是很好的一個市 所以去年有些市場都是去到雙位數增長 好像高收益債券一樣 去年就大概有13.8%增長 其實都挺好的表現 但大家都會有一個疑問 以前經常都說 股債兩者的關係應該相反 但曾經有一兩年 去年年初大家都在質疑 好像債券沒有了避險的功能 反而跟股票拖著手一起走 我想想想 今年其實會不會大家 傳統的關係清晰出來 非常好 今年其實有機會出現這個情況 因為如果今年來說 我們覺得無論是絕對回報 或是相對回報 高收益債券或者固定市場 即是債券來說 都應該有一個挺不錯的表現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預期加了這麼多次息 經濟是有所復活的 通常這些消息 通常以往來說 都是會影響股票的 股票會比較受這些消息影響 加上如果你看看 去年的股票市場 尤其是美國歐洲 都升了一段比較高 就是比較大 很誇張 很誇張 所以變成很自然的 一有這些消息 有機會就有一個 不能夠說大幅調整 但是會有一個波動 所以今年來說 債券又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今年那個 債券的主要 我想投資的亮點 就是有機會減息 減息 所以加上本身 尤其是好像大部分的 比如投資級別好 高收益債好 即是非投資級別都好 其實本身那個息都挺高 比如說投資級別可能現在收到五、六厘、五厘 但是高收益可能去到八、九厘 其實本身的收益已經好了 還未計算你接下來可能減息 減息 那價格又可能會有一些上升的空間 所以今年有機會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固定收益本身有一個不錯的基調 但是股票就真的要看事件波動 看看它會不會是 真的經濟數據是慢了 這樣就要看這件事情 其實去年就比較難估計 因為曾經你就就住過美國的十年期債息 其實就是一個相當大的波動 也都牽引了整個債市的資金流向 我們剛才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說 為什麼十月之後 看到有些錢是這麼瘋狂的 湧回整個整個固定收益市場 其實就是因為你見同期的美國十年債息 其實由五厘樓上的頂位 12月下回差不多三厘七 三厘六、三厘七的水平 是不是很難測這個趨勢 如果作為一個債券的投資者 其實是的 其實很難去估它究竟什麼時候 真正去做減息或者怎樣 其實去年的情況就是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年尾大家都覺得它 有些甚至乎是說到第一季度 是呀 三月減息 是呀 會減息 是呀 會減息 變成那些資產裏面 無論是投資級別 高收益債 其實它們的回報 是來自最後一兩個月的 即是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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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高收益債就早些 即是十月已經開始了 但是投資級別 即是十一月才開始 我原來你說95%回報 都是最後兩個月追回來的 最後兩個月追回來的 你看到那些 當前價格或者那個回報 你看到這十幾% 其實是很後才回來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覺得真的是比較難猜 反而就是我們怎樣去避免那個波動 就是如果真的想投資債券 我們都會留意如果你不想那麼波動 就可能可以選擇一些 對於利率沒有那麼敏感的一些資產裏面 我們通常會怎樣看呢 就是歷史都是這樣的 長債 長年期債 就是對於這些 就是減息加息的東西 就會有些影響 它會很敏感的 但是短債來說 就會少一些 少一些影響 所以你會看傳統來說 投資級別的債券 就會影響一些 因為投資級別的債券 就是那個年期會比較長 通常來說都會比較長 現在的高收益債券的年期 可能大概平均是5年左右左右 3至5年 但是投資級別 可能會去到6至8年 或者甚至乎再長一些 所以你會見到很明顯 就是今年年初 其實高收益債券還是在升 就是可能有0.2%的升幅度 但是如果看回投資級別 就1.3%在下跌 沒錯 整體回報 大家好像走路了 但是如果我看回資金流數據 EPFR那些 今次至1月31日 其實見到整體固定收益市場 都是繼續入錢 沒錯 證明投資者的胃口是在的 我想很大的一個影響因素 剛才Vicca提到 就是息口 接下來怎樣走 我覺得很懷疑人生 因為連續三年 年初其實大家都覺得 美國經濟會很不行 然後美國很快就會減息 誰知道現在去到這個時刻 我看到各大主要的投行 全線是把減息的月份和次數 推遲和減少 我記得高盛的時候 第一個衝出來就說3月 然後就說全然減5次 現在就減到減4次 就要6月之後 其實開始形成了一個這樣的共識 現在要退到6月 才有超過60%的機會減息 怎樣呢 因為絕對影響債市的投資 沒錯 首先我們要設定一個背景 究竟我們應該是怎樣看這個減息時間 我想這樣 其實你剛才說 你要估計它幾時 基本上沒有什麼可能 因為其實你要看回 它有很多數據 都是滯後的數據 來的 你一出來的時候 你才去react 這樣又會慢些 就是那個反應會慢些 所以其實我想挺確定的 就是首先加息應該 就是低一些機會 不能夠說完全 但是你說什麼時候減 其實很多都在估計下半年 其實就算它在今年年內裡面減 其實對於債市都是OK的 都是正面的 因為你要留意一下 它還沒減之前 就是吹風這樣減 其實你看去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已經會有一個價格增長 至於你說那個息口 就是它的債券是否在派那個息呢 其實它是比較好派的 所以你基礎上面 你會有一個很不錯的回報 就是你收緊一個高的息 但是你到它真的減 或者快減的時候 它的價格又會上升 所以如果你問我們 譬如說你在今年內 真的出現這個減息 對於其實整體來說都OK的 就是債券市場來說 現在還要觀察 因為很多人就說 一個核心的地方 就是那個通脹 究竟是不是真的已經 可以打敗了這個通脹 沒錯 因為最近其實有些核心通脹數字 特別反映在服務業那裏 其實都很黏性很重 再看今個星期 看看美國出的核心個人消費開支 沒錯 要看看那個通脹數據 真的情況是怎樣 但是你說 總之在今年年裏面 是會有機會減的 我想如果大家要去 真的要去估縱 是真的難的 但是我想方向是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債券市場 都會很早就已經會反映 你看到其實好像高水利債 它現在仍然在升 其實它都是預期 理論上它都是預期 今年會繼續有些減息 這個再看 繼續看著一些資料做人 不過我們都要給少許歷史數據 大家參考 至少有四五次的減息周期 究竟臨近減息之前 如你所說 我們衝進去 持有債券的話 都有一個回報的參考 沒錯 11%我覺得很好 挺不錯 OK 希望我們去年也有拿到這個 希望也對 如果看回這個圖 也挺有趣的 這幅圖其實是說 參考過去美國四次的加息周期裏面 其實回顧最近一次是94至95年 94至95年裏面 最後美國加了四次息 綠色那條線 就是加息停止的之前和之後 左手邊是之前 右手邊是之後 你會見到 其實很有趣的 它還沒停之前 你會見到左手邊 其實它有增長的 是的 是升上來的 是 停止了之後 接著那12個月就錄了 有11.8%的增長 即是說其實我們現在有機會在這條線的中間 甚至乎再過右手邊一點 好像去年那樣 除了是正常的收益之外 價格都有增長 所以預期真的減息的時候 當然那一刻應該市場反應都會有的 都幾大的 就是真的減了 但是你不要忽略了 就是在之前它都會有一些的變化 這個令我想起 其實現在市場不是經常說 市場仍然在收水 就擔心影響的流動性 但是現在有很多的Fundman 是在看著 很多錢去年不是拍了進去的MMF 貨幣市場基金 對貨幣市場基金 6萬億的規模 即是入了1萬億 現在是6萬億的規模 很多人說 如果其實很多大戶看到機會的話 其實會從那裡抽出來 我見很多投行推介都是說入債市 你覺得這個可能性是不是都大 都大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貨幣市場基金 一向的用處都是這樣的 短拍 不知道做什麼好 對 不知道做什麼好 沒什麼方向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以往我們低息環境的時候 就算你拍攝也拍得不太安樂 因為那個回報真的很少很少 甚至乎是沒有的 但是現在的貨幣市場基金 因為之前美國的加息 令到它是有一些幾不錯的回報 四五厘都是很基本的 即是你做定期都有 所以這個情況 接下來是有機會會改變的 因為始終你吹減息 甚至乎你現在去銀行也好 你做定期都未必讓你做那麼久 還跌回了 對 還有息都已經跌了 即是就算你美國還沒有減息 它已經預先會把你不給那麼高息 所以這個其實是 我們覺得是會發生的 只差在就是 它在什麼時候減息 或者之前的那麼多有機會發生 那你說 那當然錢一定是追著 那些有回報的東西去的 是吧 所以很正常的 到時那些錢出來 反方債市都可以 還有當然就是要看一下那個 聲稱無風險利率 即是譬如國債 是不是都是四年多 是吧 即是你當時如果國債 開始越來越不吸引的時候 那些錢一定是會找地方走的 其實是資產相對的 即是究竟你哪個回報好些 那大家衡量了一些錢 就擺去哪裏 即是沒有性格的 剛才你一開始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剛才有沒有cap screen 其實現在那些股票收益率 就跌低過一些 即是比較高收益債券的高收益率 沒錯沒錯 即是無論是十年期的 即美國和歐洲的十年期國債都好 其實已經升超過了 那個相對股市 即是譬如S&P 500 或者歐洲的股市 那回報率已經是升超過他們的 是的 那如果我們看回報的話 你固定收益資產裏面 有很多種類別的 那有沒有參考一下給我們 究竟哪些比較直撥一點 可以可以 其實看回呢 因為有很多種類的 因為固定收益都有分 可能是投資級別 可能有成熟市場 新興市場 債等等 我想這個 比較容易回答 就是真的要看個別客戶的風險 承受能力 因為簡單來說 就是你 譬如說你新興市場 歷史來說 它有機會都是波動一些 很波動 當然沒有免費午餐 或者是雞蛋的問題 你波動一些 你收的息可能會高一些 是 但是要看投資者 能否承受到那個風險 但是反過來 你說 完全 我想很穩陣的 我進去投資級別 但是也是要看回 當時的市場 是否完全適合投資級別 好像現在 投資級別 你覺得它比較安全 但是其實 它年初資金的表現 是在負數 你也要看那個債期 跌價 另外就是 投資級別的債券 是否完全 100%安全 其實我想 大家經過這幾年 都看到了 有些 可能歐洲的大型公司 它都可能 本身都是投資級別 但是很快就出現了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 都可以說一下 其實個人投資者 是比較困難的 對於這件事 真是可能 可以交給一些 專業的遊戲經理 因為好像我們 我們80 每一隻債 我們都是由下而上去選擇的 會選擇 看清楚 現金流 看清楚所有東西 所以之前 其實有些 客戶都有問過 就是金融的時候 可能是之前 有些銀行出事 是啊 我都想問你 銀行危機 很多銀行發債 或者甚至都是一些 叫做 perpetual bond 那些 又給了息 但又怕它們會不會有風險 是啊 沒錯 所以其實就 就像高收益債這樣說 我們主要 這幾年比較看得多 都是高收益債 就高收益債來講 其實在我們80來講 我們就比較少買 一些金融類的債 因為我們要其中一件事去看 我們不只是看它那個 什麼時候到期 惠劉率高不高 那個派息是多少 因為你就這樣看 有時候會有些風險 我們會看什麼呢 我們會看一些現金流等等 所以如果像金融機構 銀行的 他們拿一些現金流來借錢 我們就未必會買它 因為我們覺得 這件事可能會有個風險 又或者它原來是很低的 現金流水平 我們都未必會買 所以這個就真的很個別 就是你自己個人投資者 未必做到這件事 就是我們金融經理 我們就會去分析 每一件事 篩選每間公司的質地 沒錯 說真的 其實你買債 你要看看它的違約 有沒有問題 沒錯 即是繼續經濟評估 每間公司一個別的 cash 又行不行 因為持續派息等等 都有很多因素 我想自己看都看不完 這個畫面 大家可以一個參考 在不同類別的一些 固定收益的資產裏面 其實是給到一個類似什麼的回報 還有一個排名給大家看一看 是啊 沒錯 你會見到很明顯 就是投資級別的債券類別 它可能是那個回報率是低一點 但是當然它那個風險就會 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高 大家要拿一個平衡 即是你們可能和相對 你們可能銀行後戶經理 或者自己做一個分析 究竟自己的風險承受到多少 其實我就說 因為去年剛才你都說 很多人就湧入投資級別債 但是開始 剛剛現在年初開始 那些人都開始走一點 是的 沒錯 那時候開始找一些 更高收益的機會 所以這一個也是給大家參考 其實去年 講到年回報方面 當然高收益債券 年回報收益一定是高一點的 但是同時間 大家都會害怕 你剛才說的一樣 就是高回報高風險 就是high yield high risk 我們在這個領域上 有沒有東西 在今年的back drop底下 值得擔心 可以的 如果大家看到 我想這幅圖挺好的 你看到2020年 2023年 當中經歷過很多事情 我們又有COVID 又有打仗 還有不同地區的打仗 超級通脹 沒錯 又有通脹又有加息 所以一定經歷過很多 但是你要看到 其實真的 例如你看到 投資級別 有時會贏高收益債 但是很明顯 就像去年 2022年 前年 2022年 去年2023年 其實你會看到 在一些加息周期的底下 長債 那些 剛才我說的那些 都反映在表現上 好像2023年 高收益債就贏了 甚至乎去到一些 我們叫做 2022年 可能一些大事件發生的時候 可能是加息 打仗等等 其實你會看到 高收益債 又沒有跌那麼多 所以這個情況 我想真的要看回 當時的情況 但是你說如果今年來講 我們真的有一個 減息的基調 亦都是支持一些短債 我們就覺得高收益 都有一些機遇 我想那個時間是怎樣 因為你去年來的時候 都已經跟我說 是時候部署的了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我們有些歷史數據參考 其實你臨近去到 美國聯儲局的 息口見頂 其實之前 就應該要開始進行 是的 剛才也有提過一下 如果你真的等到那一刻 其實你會錯過了 我現在錯過了 因為我會想 去年7月開始已經暫停了 加息一路的利率 是這樣的 我看不到它什麼時候去減息 但是我們處於那個 叫做 那個打橫的位置 明白明白 我應該用什麼 用回報去拿捏 我還是不是遲進去 通常我們 非常好的問題 通常我們 以往有些分析 這幅圖我看到 其實當那個高收益債券 當是你如果想投資高收益債券 都知道債券那個 就是收緊多少息 就是那個利率是多少 通常它大於7%的時候 其實它跟著那12個月 都有一個中位數回報 都有成十幾個%的回報 你想一下 現在它本身是收緊 就是回報裡面包含了 當然了 如果沒有違約 沒有什麼 你包含了一個收緊的息 大概是700里左右 那個價格 還有增長空間 因為還沒有減息 就算如果我們看回剛才的幅圖 說未來的12個月會升10% 這樣才算 現在都是過了很少時間 所以未來來說 還有可能的 就是那個價格 是會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你剛才提到的一些 就是 究竟接下來在一個經濟環境下 我們需要擔心 那些公司出問題嗎 它又給了這麼高息 我也會害怕 究竟今年你減息也不是好 是不是 經濟不多 沒錯 那這個回報會不會有影響 其實也挺有趣的 其實原來 如果我們講高收益債券 原來高收益債券 對於經濟增長的需求 其實又不是很大的 意思是什麼 通常經濟低增長的時候 以往的看法就是 我買些什麼好 會不會是很差的 但原來高收益債券 是不需要經濟環境很好的時候 這張圖會看到美國和歐洲 從2010年開始看 跨著紅色那些是低增長的時候 或者是負數低增長 但其實它的回報都有 也有一個挺不錯的表現 你看到下面的圖 就會看到不同的年份 就算它負數的時候 那個高收益債也有好處 歐盟感度不低 是的 為什麼呢 其實都是那句話 因為它是要看一下 維入率高不高 如果在那些時間 維入率不高的話 那就OK 所以現在美國和歐元區的一些 高收益債的維入率 其實是歷史低位的 多少 美國大約是2%左右 2點多 歐洲也是1點多 所以其實都是在一些 長期的平均低位上 如果是金融風暴 08、09的時候 這些數值 美國可能是20多 歐洲可能都接近20 所以現在是一些歷史性的低位 就算它最近是升了 維入率是升了少少的 不過都是一個可看的水平 有些我看到 當然你的收益率 就吸引 是第一件事 令它先吸引我的眼球 然後說 如果維入率很低 那再吸引我的眼球 就是多一個踢 而我看到有很多D-game經理說 其實過一段日子 那些高收益債 很多他們的價格 是低於票面值 很多客人會去問 但同時又很擔心 今年的形勢 就是可能那個利差會收窄 就怕選擇公司的時候 怎樣去選擇一些 你明白嗎 對的 就是你要高腰的公司 提供到高腰的公司 但那個票面值有可能 就是要看看怎樣要平衡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因為我們看到 現在那個高收益債 平均那個價格 是大概90元左右 即是說你現在買進去的時候 當然它的息也不錯 大概有8厘左右 但是你就想一下 如果它未來這幾年是沒事的話 即是不會出現任何問題 其實你也有個價格的增長 會上回100 對的到時你會去還的 即是差不多到期的時候 你會上回100 那個部分是吸引的 其實之前是再好些的 即是90元左右 所以反而很多人 真的會開始問這些 都要留意著 我見你那些 而且越來越近 那個減 即是有機會減息 就會再多些request 即是再多些人問 我見你給一些例子 我們都是一些成熟的經濟體 即是美國為主 說真的R元區 今年有很多基金 看淡的經濟 不過如果你說高收益 原來跟經濟敏感度 不是那麼相關 那我覺得都可以 但反而很少見你說 一些區內新興那些 而最近其實有很多人說 哇很多錢湧進去 那些債券 有很多人問我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相對性地來講 你都依然覺得 其實都是買成熟 經濟體會比較好 我們覺得可以這樣 都是要遷就風險 分散投資 反而暫時來看 你看美國歐洲經濟數據等等 我們很多大行 都未必預測到 會有一個硬著陸 在它那邊的情況是挺好的 至於新興市場 其實就好看個別市場 因為你說很難 現在我想很難再統一這樣說 即是新興市場 不同質地 是的 因為裏面已經有太多國家 印度 印尼 你覺得是不是又好 中國那些 沒錯 但個別地方 是真的會有些 體統性問題 好像之前出現過的中國 房地產 是的 房地產 確實是真的有個問題在那裡 所以其實我們看新興市場 我覺得就是 可能真的要看個別國家 有時美元強弱 又會影響 它們的國家方面 有沒有一些系統性的風險 甚至乎它自己本身 各個國家的經濟又有個別影響 所以現在很難 就是買到一個地區 即是如果是新興市場 真是難 要很減少 可能真的要去到個別的市場 也都是 因為你很難去買一個國家的債券 可能也是要通過基金 留給基金公司 即我們的基金經理去選擇 因為就算你的新興市場債 我們都可以調整 或者可以調整究竟哪些比例不同 那些也是要交給 專業的基金經理去操作 好了 今天Victor 教識了很多東西 也和我們更新了 最新的債市投資氣氛 希望大家 今年可以把握的機會 希望 consensus 都不要錯 共識不要錯 歡迎減息 令到這個資產 都真的有一個不錯的升值空間 沒錯 謝謝Victor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謝謝大家 拜拜